我們在開始畫之前 我會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畫 和這幅圖相同的大小 所以我們要畫之前 給它一個邊框 好 那我們的邊框可以在哪裡找到呢? 畫之前我們也要檢查一下 究竟自己是否在正確的層面上 我們右邊這個拖出來看看 我們是否在編輯層面上 是的話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找一個邊框的工具 我們找圖形工具 圖形工具在左上角 看到藍色的筆筆嗎? 我們按一下 它就會出現其他工具 其他工具內我們選擇圖形工具 在第一項 第一項的正方形 看到嗎? 正方形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會 彈了六個選項給你的 我們就選擇這個 舉形吧 舉形 按實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畫了 如果你說 我這幅圖也是太小的 你可以用你平時放大縮小的方法 放大這幅圖 可以四處移動 對 會方便很多 放大它 我的框子自然容易畫一點 好 放大之後 我們就由邊邊開始了 跨著它 因為手機 我覺得難畫一點 你可以 重複幾次 下面這裡 看著我圓浮的球 下面這裡看到有一個反回嗎? 即是一個取消的箭咀 如果你畫的位置 你覺得不適合 你可以按它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下 例如我的手 因為我的手 畫上了 即是上面的框 長了出來 那怎麼辦呢? 下面也凸出來 那我們就用這個 墊咀 按一下 就可以反回 反回 我們就再畫 再畫一次 按著 壓緊 它 好 凸了一點 不要緊 我們縮小它 對 整體 其實只有這麼大 那我們 我們先預算 上下 也看到 這樣 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 把這個框 移到空白的位置 因為我們要 對照著這幅圖 去畫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框 移到下面 空白的位置 我們自己畫一次 我們只要用 左上角 這個藍色正方形 這個位置 按一下 然後選擇 移動工具 同樣是第一項 最右邊的 四個箭咀 這個移動工具 按住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框 拖下去 拖下去 對 那你就可以 照著上面的圖片 在下面的框 畫出來了 畫出來了 大蔔 除了